私立病人裡面全部是在九病房 是同一個病房三個病室裡面 那這個五個看護工也是同一個病房裡面 其中有一位病人到九病房之前 曾經在家務病房第二家務病房住了一陣子 在5月29號住院住在ICU的時候 就是我們剛剛昨天報的這兩位護理師在照顧他 所以這個農潭抹醫院整個病例 到現在為止是13個 全院有1083位 醫護人員跟行政人員 病人的部分加上陪病的家屬302位 也必須要進行採檢 之前已經採檢了228位 那我們會請這個804總醫院這邊 這個全院採檢計畫必須要完成 這起院內群聚起先是發生在家務病房 所以會針對相關的病房進行環境的採檢 除了醫護病患要全面檢驗之外呢 也要召回出院的患者來進一步採檢 防堵病毒再擴散 謝謝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